三星官方在周一宣布决定将上线翻新版的Note 7手机 去年10月份刚刚上市两个月 售价金900美元的Note 7被三星彻底放弃 此前分析表明除了电池以外 Galaxy Note 7并不存在其他问题 根据三星估算 Galaxy Note 7事件带来了55亿美元的利润损失 另外三星电子一直都面临着来自绿色和平组织 及其他环保权益组织的压力 这些组织敦促三星使用环境友好的方式处理召回的Note 7 据了解绿色和平组织周一回应 对三星电子的决定表示欢迎 在众多因素的影响下 三星上线翻新版Note 7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了 据报道三星将与包括运营商在内的合作伙伴紧密磋商后 决定在哪些地区重新开卖 另外三星还计划回收销售以报废Note 7的可重复使用部件 如芯片和相机模块 并提取出7种稀有金属如铜金镍银等 此前消息称三星Note 7翻新变化是电池从3500mAh调整至3200mAh 最快于6月在韩国越南印度上架 而后来遭到印度方面的否认 至于翻新版的Note 7是完全更换电池 还是控制电池容量目前尚无定论 如果三星Note 7给足乘以5折上市 各位小伙伴们会考虑吗 好了欢迎在视频下方与我们留言互动 当然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Vager 与我们进行嘴对嘴的交流 OK我就抱抱不干别的 我们下期再见咯